歡迎大家回來我們今天訪問到的是 我不能說他是編曲家了 他現在是一位電影配樂的作曲家 因為我真的覺得編曲跟作曲 作曲其實也要編曲嘛 可是就好像編曲覺得矮了那麼一劫 這倒不是說我們在追求這個地位的一個 誰大誰小 不是這個問題我覺得 我覺得這是一個尊重面的問題 那如果說 反正現實就是這樣嘛 那就自己去搞自己的事情就好啦 所以我就在這個配樂上面 一直去嘗試一些自己沒做過的 其實我在流行音樂的編曲裡面 我幾乎每一首都在嘗試沒做過的 不一樣的 對這個我沒做過 那可是每次都是當一個作品紅了以後 那後面接踵而來的就是每個製作人 欸那歌很棒你照到那個樣子編 對照到那個樣子編 其實那個這樣的工作一來啊 我心情就非常不好 因為我就覺得靠 沒有創新的 你沒有別的想法嗎 對 欸那老師我們來談談看被遺忘的時光這部片 因為呃我 據我了解這部片其實是一部紀錄片 嗯那而且它也不是非常長的片子 嗯 可是當初老師看到這部紀錄片怎麼會想到 因為我們大概知道紀錄片的預算啊 或者規格都比較小一點 嗯那它也不算是一個院線一定會上的片子 對當時嘛 因為它並沒有直接 可能現在會 因為可能東西變得很整個就 quality變得很好 那自然而然就變成推上大螢幕 當初老師為什麼會 以一部就是這樣小規格的紀錄片 你卻要用那麼大規格的錄音方法或作曲方法 對這就是我所謂的規格問題 嗯 呃第一點 第一點當然那個楊麗收導演 他給我看到他的決心 跟他的態度 當我第一次跟他接觸的時候 他那時候剛結婚吧 嗯 第一次接觸 然後過了兩三個月以後 他跟我要一個主題音樂 嗯 所以我就給了他主題音樂裡面的鋼琴而已 嗯 好然後就給了他這個 然後 就又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我想說這個培約應該 應該就沒了 嗯 然後 再過來一段時間呢 要開始做了 對 他出檢好了 東西要丟給我了 他的女兒已經生出來了 哇 呵呵呵 剛結婚到女兒已經就出生了 對這部片子 他幾乎是拍了兩年 更拍 嗯 兩年 到我們都做完的時候 他女兒已經生出來 然後 已經開始要爬 會爬會走路了 那 那基本上我覺得他的這個態度 是我非常的欣賞 嗯 他們也很辛苦 他們也沒有什麼錢 嗯 好 只是為了這些老人 然後去付出這件事情 對 就是在講一部老人院 失智的 對 失智老人的一個紀錄片 對 然後 當我在看到他所拍的這些東西 跟這些老人們他們所展現出來 給我感受到的那個那個生活面向 跟社會問題 對 讓我覺得非常的感觸很多 嗯 裡面呢有哭有笑 而且你會覺得紀錄片最棒的一個事情是 裡面的演員都是真的 嗯 他沒有假的 對 對 我想如果這部紀錄片呢 他 我一樣是八把大吉琴 一樣是 是這樣的一個規格配備的話 可是如果裡面的演員是演員 嗯 而不是真正的那個人 對 我想我 我也沒有辦法到內心 靈魂裡面的那個衝擊點 能夠到這個 這麼強這樣 對 所以我在配的時候 我看到的幾個老奶奶 然後來看望她 探望她 當初從大陸一起坐船來台灣的 一個老朋友 對 已經不記得他們 嗯 的那一刻 嗯 你知道那種衝擊力量 喔 那種衝擊力量 它不是一種悲傷 你知道嗎 它 它那種衝擊的力量 好像那種大海嘯這樣 直接從我頭上灌下去 對可是這種感覺沒有辦法用言語形容 你只能用音樂表現了 所以啊 所以就大家可以聽聽看 嗯 因為 它這一片我覺得 紀錄片真的是很難拍 而且很多人會認為紀錄片很不好看 是 因為它沒有什麼 它沒有安排好的一些劇情 橋段劇情 或是給你 鋪梗 對鋪梗 讓你覺得很感動 讓你流淚讓你笑 它沒有辦法控制的 是 那就變成後面的剪接 或是一個節奏 是因為你拍到東西的素材 而再去有一個節奏出來 對 不是先有說我要這樣 對 然後要拍什麼 嗯 所以紀錄片的魅力也是在這裡 是 因為像剛剛老師說的 因為它裡面的演員都是真的 發生的事情都是真的 是 所以會更讓我們感動 是 那這部片出來以後 回想非常好 對不對 我也 我也不知道 我覺得因為 因為這樣短短的一部紀錄片 可以說 對 基本上它也有上 它也有上院線 嗯 然後 我想基本上 對我們這種 執行工作的人 當然這次的入圍 我是內心非常的高興 第一個好像 有受到肯定 對 然後 然後當然它在 在市場上面來看的話 你會覺得好像不是 當然跟一般的那種片子來比的話 當然不是那麼的那個 可是我覺得我已經完成了一件事情 對 那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 它會永遠都在那裡 嗯 對 你可以去竹竹店 租這部片子回來看 然後 它永遠都會在那裡 對 那老師 你好像接觸電影配樂 並不是說 非常長久的時間 嗯 非常短啊 對 就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你怎麼那麼容易 就抓到影片 想要表現的東西 因為我是 因為我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哈哈哈哈 沒有啦 倒不是啦 其實 因為我 我寫弦樂也寫了 嗯 一段時間了 十幾年了 對 一直在做 在這裡面做一些功課 跟學習 那 你也知道 弦樂這種東西寫寫寫寫 你就會發現 呃 能夠表現的 的力量就 空間越來越小了 那就會慢慢要 轉到大螢幕上面 因為那個空間很大 對 對 你就各種音樂都可以弄 音響又可以 五點一聲道 對 就可以亂玩 你知道嗎 就可以開始 這邊寫一點 那邊寫一點 然後左邊放一點 放一點什麼 小提琴的什麼什麼 右邊大提琴 被子又可以玩什麼 然後節奏又可以 哇 你就會覺得 哇 無限想像好棒喔 對 那 可是其實雖然我接觸電影配樂 沒有多長的時間 可是 在之前我都 常常會去聽一些很多 國外的 那個好萊塢的一些 裴樂大師 他們所做的作品 甚至我會去 去拜讀他們的總譜 然後 然後 去聽 去看 用心的去感覺 那這些作品 這些都準備好了以後 那當有機會 能夠做電影的時候 我想 那個東西本來就很快 能夠抓起來 而且我 年紀又這麼大了 對於這種 人世間的悲歡離合 喜怒哀樂 都 更能夠去掌控的時候 那音符的生命 它就變得更有趣 對 像老師剛剛講到 年紀這麼大了 但老師沒有說是真的 年紀大啦 我就是像老師 你覺得 做音樂的深度 跟年紀的關係 是不是有 一定的怎麼樣 因為有些 有些朋友 音樂家朋友跟我說 他年輕的時候 是技術很好 內涵不夠 他竟然是內涵很夠 技術已經跟不上 沒有我覺得 這根本都不是問題 我覺得 這個內涵或者是技術什麼的 我覺得內涵當然是最重要的 那內涵呢 他就是一個勇往直前的那個態度 是更重要 不管你年紀多大 對 好 那 技術 我覺得 你把一個好的曲子作品 做出來了以後 嗯 有太多的好的 音樂家 音樂家 對 他們也還在那邊 嗷嗷逮捕 希望有人找他來錄一點 對啊 其實這都是一個 這都是一個 你怎麼去運用的問題 這並不是在於說 像我寫前面舞 可是你叫我 叫我自己拉小提琴嗎 我不會拉啊 因為老師你是拉大提琴啊 我拉了一點點 我也不是很會拉啊 對 可是當然我只要知道他們的手法 他們的語法 對 那有很會拉的人可以來拉 嗯 因為老師讓我一直覺得很敬佩的一點 是老師好用功 好認真 就是你愛不愛而已啊 對 因為我記得我第一次寫的歌 我第一首麥歌就是老師編曲 那那時候我就到白晶 你的Room18 Room19去 然後就 是長劇18是不是 嗯沒有 哈哈 Room19比較長劇 就覺得 哎我可以看到Baby老師 就覺得好興奮 因為我知道那一首是你編的 就是我生平第一首 那時候就知道是老師編的時候 我好好開心 我就覺得 哇第一次麥歌 我都可以給這麼好的編曲的老師編 那我就去 然後你居然還記得那一首曲子 而且你當場就翻出你的譜給我 嗯 我就 發現 那樣譜還在嗎 你沒有給我 你給我看一下 又拿回去了 是嗎 對啊你沒有給我 你沒有印一張 我記得你有印一張 你有透印嗎 我沒有透印啦 對啊你就收回去 我那時候哪敢啊 我還留著喔 好啊好啊那等一下 可是我不知道在哪裡 可是我記得我有留著 因為 那時候我就覺得 我以為這樣 有名的編曲老師 在編我一個小朋友的歌的時候 其實不用這麼用力 就是 可是我沒有想到 你是把這件事 當成一個很重要的事情在做 我每一首歌我都是這樣做啊 所以我說我就是 所以我才會對流行音樂 會有點失望 的地方也是在這裡啊 對 就是 這個東西它並不是說 你對一個作品 它是一個新人寫的東西 我也在你的作品裡面尋找你的靈魂啊 然後去把你不足的地方補起來 把你拖起來 讓你的靈魂能夠站立起來 對這就是一個編曲的工作啊 對跟寫曲子一樣 你寫了一個主旋律 你編曲的部分 你要怎麼樣去把它支撐起來 是一樣的問題啊 可是最重要的東西 它就是要有靈魂啊 當它沒有靈魂 那個曲子 我一看我就 那個光是寫完旋律譜 就其實已經 不用寫完旋律譜啦 就 光聽那個demon我就已經快吐了 而且後來老師做配樂 做 做曲的時候 也是我看到你的旋樂譜 你連功法都寫出來 對你還說我的太 老師你的譜怎麼那麼複雜 你還跟我講過這句話 對啊對啊 就是 可是我就會覺得 你們年輕人 為什麼會 為什麼會 會用這種 這種態度來看這個事情 我們 我們學古典樂 當然是會覺得 譜復雜是正常的 可是因為我很少 在流行樂的 像我們去錄音好了 常常就是給你一個 混在一起的音樂 說你去吹 自己抓長笛的Line 自己去寫譜出來 如果說大家都是這麼弄的話 那根本就是一個 完全不負責任的態度啊 對啊 對 對 那 那你要去同流合污呢 還是說 你能夠更清楚去掌握到你的音樂裡面的每個音符的泛音呢 所以這就是回到一個你愛不愛嗎 還是說你只是把它當成一個工作而已啊 如果你把它當成一個工作的話 我會建議你趕快轉行 因為這個行業賺不了錢 呵呵 對 對 這個行業就是因為你愛 你愛這個東西 你希望讓它做到更好 所以 我不會 拉小提琴的人 我還給你寫功法 你想想看 對啊 而且老師你都接觸很多 像你大提琴也 對 大提琴我也去 我也去學 為了要寫 對 為了要寫 吉他我是沒有學啊 吉他反正就自己拿起來 抓一抓就可以彈了 對 因為你愛這個事情嘛 其實最後最後就是你愛不愛 愛你就一直在那裡 我們休息一下待會回來 嗯